其实在Flash裡面 文字要比较多的 真的是比较不好呈现的 比较不好呈现的 那新版本到5.0之后 7月15日之后 他在文字的这个编台上就相对比较 就是灵活一些 比较灵活一些 当然其实说真的 萤幕上看很多文字 说真的都是比较累的 比如说你说电子书好了 真正这样看 跟那个自己这样看 其实要是自己也会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我们 你老师有没有对那个配色有点 稍微在 研究一下 我们电脑萤幕都白色的对不对 大部分的工作区都白色的 可是白色的好吗 其实比较 对眼睛比较不舒服 你今天如果把它看成比较 那种浅绿 浅绿和分绿的 你会发现那个舒适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人眼睛看绿色的会比较舒服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都有用绿色的画面 哈哈哈 那老师您画面稍微记我一下 这个我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来 您稍微看一下 反正这里有这个CS5的 你看 以前我们在这个 文字就是像这样而已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现在如果你的字超过这个范围 有没有发现多了这个 您了解了 它等于把车子当作排版东西再用 因为我们一般的那种排版东西就像这样子 你可以自 这个就是文字的那个流向 我们讲的文字流向 如果还有 那这里还有 你还可以再加 那这样我就可以透过比较 就是比较方便的文绕图 或者是读文编台 让我的那个内容比较 就是比较丰富一点 刚才这个字容办事就是比较类似像我们一般书籍啊 这种反面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你要调整比较方便 因为今天如果我把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地方缩转 它是会缩到这边的 看到 对不对 它是你说我这边把它缩转 它会往这边降 它就是有一个流向就对了 那这样的话 就不用说像我们间接段这样 我这边弄错了 然后那边都要重新再弄一次再弄一次 这样就麻烦 所以这个是在 借助有增加这样的